人間苦空無常 願世人不分你我 秉足安然脫迷 縱世塵度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今集的 《申子智父》第十六集 第十五集 我們講過一些 裁決上的用詞 今集大家重溫 就有Racial Desdandy 或者Racial Residenda 和Operty Dictum的分別 這次我們想用一些 例如說 很多時候見到法律文件 或者有時候我們用電郵通信 都會用到很多拉丁文 在法律方面 我們用的拉丁文會用到較為多 最少我相信 如果你看回一些舊的 先例 Cases 甚至現在都會經常見到一些字 那這些字 除了在Legal Documents上可以用到之外 平日都可以用來用的 那今天呢 阿Kim就為大家想了一個很簡單的字 這個字 就是經常大家都會見到的 那這個字呢 其實上面是Latin 那就是這個 inter-aligned 這個inter-aligned 那其實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我們自己解釋 我們只會是 amount other things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會見到一篇 很長篇大論 或者一堆東西 譬如我們的List 我們的租約 我們譬如一些 例如一些 一些公約 大廈的公約 公契 又或者我們有時候 一些借錢 一些條款 裡面都會講到這樣的 那它通常呢 其實就好像簡單來說 就等於我們英文裡面 一個叫included 這個字 包括了 那這兩樣東西呢 它就說 很多時候就說 譬如說 你搬在那間屋裡面 那間屋裡面呢 譬如說 你不能弄壞窗 或者所有裡面的設施 譬如窗 窗台 或者 那樣的 那它就 就說 譬如開關仔 或者什麼什麼 那最後就是 inter-aligned 那這個inter-aligned 就是說 包括了這堆東西 甚至乎是有關的東西 都會包括了 那它可能未必 就是可以全部盡量了 那這樣 那所以呢 這個字大家可以 不妨用客 那 除了這個字之外呢 我今天又想 跟大家 講講另外一個字 那這個字呢 就是一個 又會常見的 那又是英 即不只是 法律文件 甚至英文都會常見到一件事 法律文件居多 那那些案例呢 我們有一個叫做 experté 這個呢 就是一個 拉兵問來的 那它的意思是為什麼呢 就是說 通常就是代表 代表 代表的意思是為什麼呢 這個代表呢 就是說 通常我們看到案件 就說 譬如說 不是由當事人 去 投訴一些東西 是由譬如說 律政司 去代表 當事人 去提出這件事 向這個 就是法庭 譬如說 要起訴一個人 或者要上訴 或者怎樣的 我們就要experté 譬如說 有很多時候 先生不在這裏 太太就代表 先生去做一件事 那我們又會用到這個字了 那 OK 所以今天呢 會和大家分享了兩個字 一個就是 inter alliance 第二個字呢 就是experté OK 那這兩個字 我相信大家都會 周不少會見到的 那今集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